看不下去,5月24號那天才聚集了10萬人在立法院外抗議 我想告訴所有年輕人還有關心國家的夥伴說 現今的國會是一個不尊重少數,不願意溝通和好好審查議案的國會 我們要站出來對抗這個充滿亂象的國會 讓國眾兩黨聽見我們的聲音,看見我們的行動 他們才會害怕,他們才會願意面對群眾,面對民意 我們要持續壯大我們在各地的輕鳥行動 讓瀕臨死亡的國會恢復正常 讓國會再次屬於台灣人,而不是中國人